大家好,我是Dan 明年1月2号发表新专辑的女团New Jeans 在12月19号先公开了一首收录曲Tito 而这首歌一公开就在韩国所有姻缘榜登上了一位 而且是在歌曲公开不到两小时就拿下了一位 所以今天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New Jeans先取达韩网反应 以及一位网友惊人的MB解析 Tito根本就没有宣传 大家都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就上了一位 真的是大发 收录曲是这种程度的话 猪大哥应该就要疯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伤感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伤心 就是有那种刺激到我回忆的感觉 首先歌是很好听 但是MV真的是疯了 就好像是电影一样 MV很漂亮但是很悲伤 对,这次有很多人都表示MV很伤感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收到很多网友们称赞的一位网友的MV解析 首先女进士TitoMV分为AsideBside的两个部分 MV主要登场人物是 女进士成员5人与少女6 大家将女进士成员们想成是歌手 少女6想成是粉丝就可以了 少女6与女进士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女进士在跳舞的时候 少女6没有一起跳舞 她就这样拿着相机 很高兴地拍下了女进士的样子 像所有喜欢饭拍的粉丝一样 女进士没有带雨伞的时候 也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少女6也就是粉丝 就变成了一起淋雨的存在 反过来在粉丝遇到困难的时候 女进士也能成为粉丝的精神动力 这里的蹦带指的是个人遇到的挫折 敏姬擦掉少女的腿 这个部分乍看感觉有点恐怖 但其实是象征着希望不要离开我们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太过沉迷于idol的人 都会被当成是很奇怪的人 然后有时候比起idol 会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异性 也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少女不再与牛进士在一起了 当然决定不再喜欢曾经喜欢过的idol时 心情一定会很复杂 也一直不接铭记打来的电话 最后少女选择了现实 因为曾经喜欢的女进士 有过很多幸福跟觉得安慰的时刻 但是也因为大家的视线 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 在少女选择现实后 少女最终成为成年人了 她没有将自己的回忆丢掉 而是一直保存着 这里的兔子娃娃就是粉丝 虽然在别人眼里 看不到那个时期的女进士 但是在自己的相机里 仍然保留着那个时期最闪亮的女进士 这些影片可以证明 喜欢女进士的那段时光 并不是虚度的 就这样在成为成年人的少女 回想过去的时候 那个时期的女进士 也重新回到粉丝身边了 乍看之下 可能会觉得这MV有点深奥且忧郁 但只是呈现方式有点深奥而已 把它想成是分松的话 就会感觉这是一个 很感人很温暖的MV 看完MV解析后 重新听一下感觉很悲伤 让我也回想起了学生时期 好像大家跟我的感觉都一样 看完会上感的人 年龄最少是20中后半以上 觉得恐怖的人应该就是时代 看了MV感觉这内容是很好 但是结尾有点遗憾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实跟爱豆中选一个呢 实际上 只要不是爱豆传货 就算过了30岁 也会一直追星的 对 看我周围也是一样 都过了30、40、50岁 追星的人也是非常多 这就像喜欢3C 喜欢日漫一样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所以 对于New Jeans的心取低头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只有后背歌手要cover前背歌手的歌呢 相反的话 应该会更有趣吧 这个贴文 这位网友表示 想要看到Naricistic的爱临 Tono Pika Jukke 的Chinney Otension的那样 真的会觉得蛮有趣的 真心超想看 哇 疯了 如果前后背交换歌曲的话 都会昏陡的 虽然不可能会实现 但是真的觉得会很有趣 QQQ 所以 如果可能的话 大家想要看 哪个前背歌手cover 哪个后背歌手的歌呢 我想看 TingQ少年团cover 淀粉少女团的歌 气氧不肥币的 beste 酷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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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啊